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师傅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拆个箱 太重了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款厨师机 这款机器啊 是我买的所有厨房电器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款机器 给大家看一下 喜爱程度 超过了我的洗碗机 这快递到了也有一阵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拆 等我把它拆开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明白 我为什么喜欢它 为什么喜爱 好我们先拿出一个盒子 这应该都是送的啊 配件 然后这个好重 大家看到这个的话 是不是能猜出个一二了 看到了吗 这个牌子 这个英文大家看一下这个英文 这个英文怎么念的 ketchen aid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 反正我这个英语不是很好 中文名叫凯善一 这款厨师机买下来 差不多花了 咱一一层又一层 开吞 来看一下这个机器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复古 我买它也是被它的这个外形所吸引 深深的所吸引 颜值控 这个凯善仪呢 是美国的一家专门制造厨房设备的一个公司 他们公司历史可能有大几十年了吧 差不多一百年 从第一代产品就是这个造型 一直做到现在没有变过 非常复古 非常怀旧 这是一块板 我现在要把它拿出来 我现在要把它拿出来 我的心好痛啊 我的心 我的心在滴血 我的心在滴血 这个东西掉地下了 这是个铁的啊 还好没坏 你们说要是拆箱的时候把东西给拆碎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两本说明书 嗯 它这个盆怎么取掉 算了算了 看说明书 哎呦 好了 还是得看说明书啊 这是一个盆 这总共配了三个头啊 可以更换 不同的讲页是缴不同的食材的 画面的呀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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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 再放一边 我们先另外两个盒子拆一下 这个是一个它的配件啊 这个厨师机它的配件很多 而且它的配件出奇的贵 你买一个这个机器的本体 只是入坑的第一步 然后它这个前面有个接口 前面可以接任何东西 这就是一款压面器 就是可以压各种面条 它这个前面有个头 我们把这个头去掉 看这一个洞了吗 这个地方就是动力输出的口 我们把这个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这个螺丝给它锁紧 好 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压面机 底下和好面 然后把面放到这 然后这就出面条了 这里面还有两款不一样的 它这个尺不一样 就是压出来的面条 宽细粗细区别 看这个就更细啊 这个看一下 非常的细 这个细面条 那个是粗面条 这个就是面饼 这个就是面饼 看一下 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放起来 不用的时候 去把它盖上 然后它就是一个货面机 它的配件还有很多 不光是这个压面机 然后这个前面有灌香肠的 还有绞肉的 还有切片的 切丝的 反正还有冰激凌机 反正各种 只要是你能想象到的一些厨房的自动化设备 都可以通过前面的一个拓展口来实现它 很贵 单件都在1000以上 这样配件 单件都在1000以上 我们买的这个是一个套餐 是一个双11活动的时候 一个套餐 买的这个是4000块吗 还是多少钱 5000 我们当时买的是5000块钱 一个套餐 配这三个奖页 配这三个压面器 然后还送了一个这个小衬 厨房用的衬 和一个不锈钢盆这样子的 总共5000块 现在还得还分期呢 OK拆箱完毕 我们音乐响起 OK拆箱完毕 好 OK 那我这套东西就介绍完了 为什么要买这套东西呢 首先一个就是刚才说了颜值好看 这么一款设备摆在家里 是不是特别养眼 第二一点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 有一个非常大的烤箱 以后我们肯定会用烤箱烤一些东西 不管是面包蛋糕乱七八糟的 反正都会用到烤箱 但是手动活面真的是忍不了 一定要用机器 这个机器可以破除手套膜 大家知道什么叫手套膜吗 就是那个面 筋道可以扯成一张膜套在手上 跟一个手套一样 就叫手套膜 10分钟出膜应该 具体我也不知道 这款机器它不光可以做稀释面点 它也可以真摸摸 你像我们新疆人爱吃拉条子 揪片子 只要是和面的活它都可以代替 但至于它和出的面是什么样的 还有待我去使用体验 那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评论留言弹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